第一个会冲上爱德马云常代的宝奇莱的爱德马系列 公价也就四万出头 无论是设计还是风格都比较低调 也俘快了一贯的老师风格 普通家庭马化腾 早前带过的伯爵炮了 公价十二三万也不贵 估计一小时就抓回来了 再就是李彦宏 曾经带过百大匹的首雷5167 虽也只是运动款入波级别 但也价值16万 王健林啊 虽然大量比较高调 带过江十三顿的限量版传承 公价差不多580多万 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0.06个小目标 最后再说说李嘉诚 公开联络的时候 坐在在千元级的细节城 所以好多人都说 他低调节节 但从来不提 他是全球第一的百大匹的收藏大 所以你们也别再被鸡汤玩给骗了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